欢迎来到DDN News 精选 有意思的设计动态 今天不是要报道有意思的设计动态 而是我们要调念在设计界 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 叫做Marksfair 这个是D-Zing 在上个月30号 当我还在积极地处理好多学校 学生打成绩的问题 毕业的问题的时候 有了这则新闻 我最近才看到的 D-Zing其实设计界的精选粮食 他是一个博客 博客的创始人就是Marksfair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在wallpaper wallpaper各位都知道 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实体杂志 在这上面也有在9天前的调念 Marksfair过世的时候只有54岁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网站和他同时知名 这个让所有人都非常印象深刻的这个网站 D-Zing是如何拓荒到今天 这是2018年的时候台湾的一个报道 我记得D-Zing这个杂志 实际上是来自于我每年都去的米兰设计州 透过D-Zing我认识了非常多的设计师 而且还亲眼看过他们 我记得当时他们组织过 比如说像哈迪 像魏延武或者像佐藤大 这些非常知名的设计师 参加他们在米兰设计州的活动 我对这个品牌非常印象深刻 因为他们是一个感觉起来 活动力特别强 效率特别高的一个设计媒体 那个时候不是特别清楚 我并不知道他实际上是一个博客 后来才慢慢知道原来他的发家 并不是从一个传统的杂志开始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 40岁被一个他的老东家 iCon杂志解雇了 iCon是一个非常悠久的一个杂志 实体杂志 我记得那时候印象也很深刻 我觉得可能被解雇的原因 是因为那个时候互联网起来了 2006年了 那个时候互联网兴起了 大部分人其实开始透过 在线的方式阅读 越来越少人去看实体的杂志了 这时候他想创办一个 一样的类型的设计杂志 当时他就跟谁去咨询 去取经 跟一个叫Blueprint Blueprint其实是 它的整体的调性 要比iCon来得更为年轻很多 它是一个感觉起来 更为年轻的一个设计杂志 当时Blueprint的创始人 他告诉你说 你如果要做一个杂志 你需要有一个 有想法的管理者 一群有能力的作者 而且至少50万英镑 很有意思 因为这里面讲到的 Marcus没有找到50万 他花了10英镑 买了一个网站名称 这个名称就 Design Design 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 Design Magazine的意思 Design Magazine的核写 另外付了10英镑 做了一个测试版本 加起来就是20英镑 做了一个网站 跟它也是在差不多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 到目前为止我买了 还很关注的一个网站 这个也是我常关注的网站 叫Design Boom Design Boom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Blog 同时兼起来的 但Design其实现在做得特别好 是一个在线的现场杂志 早期的话就是透过博客的方式来 来邀稿 报道一些设计师 设计公司 它的这些的最新的业务 以及产品 当然互联网的这个网 网站的这个概念 以及互联网的速度 让整个品牌加速的速度 远比传统的这个杂志的加速速度 还要来得更快 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 Design它并没有 因为这个时间特别长 2006年到目前为止 将近快20年了 那对于这十多年的这个历史 其实这个网站到目前为止 还是与时拒进的 虽然他们有办非常多的线下活动 但我的印象比较深刻 就在2020年的时候 当疫情期间 米兰设计州停止 那年停止的时候 Design就毅然决然的成立了 一个叫Virtual Design Festival 在那上面 我们在常态线下 能够看到的所有的设计师 你都看到在他的网站上面 他透过YouTube方式来举行活动 所以他有很多直播 还有录播的一些活动 他会邀请到行业一线的设计师 你可以看到他在家里面 工作情况怎么样 你会觉得那些设计师 从过去看起来非常光鲜亮地的 这种情况之下 Design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实时的报道 以及让这些设计师跟人们之间的距离 拉近特别多 其实这个网站到目前为止 还是我的精神粮食 另外还有另一个特别大的原因 就是他非常关注 年轻设计师的生存的状况 因为在2011年的 米兰设计周期间 他们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很多年轻的设计师 是跟大品牌合作 把他们作品放在大品牌的展厅的外面 来当一个装饰品 这时候他们就在推特上面 发起一个标记为 叫做hashtagMilanCart的战局 指责米兰设计周 成为一个垄断性的平台 有年轻的设计师 必要把作品带到米兰去 衣服寄人篱下 在大品牌签订不平等的条约 如果有人来看 觉得他们作品还不错 幸运者就会投入生产 不幸运就一毛钱都拿不到的挑战 所以其实长久以来 他们也是非常关注 年轻设计师的动向 我觉得一个媒体的年轻化 观众年轻设计师 肯定是让这个媒体 能够长时间持续下去的一个方式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新的媒体 出现在小红书或者是抖音上面 TikTok上面 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新的手段 来去拓展他们的媒体的边界 让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 可能是大学毕业 或者是研究生毕业的一个设计师 他们就能够探索在设计领域里面 各个不同方面的设计的信息 以及它的广度深度 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深思探讨的 现在的媒体可能更需要去关注 这方面的事情 这是今天DDN News的报道 我们下回见 拜拜